先后邀请过碧昂斯 贾斯廷 李博等当红乐坛巨星的世界顶级时尚音乐盛典Fashion Rocks 10月14号宣布要登陆上海展开亚洲首秀了 盛典来到中国自然要邀请华人歌手参加 这部宣布启动的当天就请来了李文 牛仔裤搭配长西装 李文帅气亮相 我每一次都是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 因为呢做我很希望就是可以做白变的我 这一次我就希望可以帅气一点 酷一点 帅不帅 合授要参加这次时尚音乐盛典的亚洲首秀 让见惯了大场面的李文都难掩激动心情 毕竟这一次他除了将在舞台上和世界乐坛的顶尖歌手标哥外 还首次挑起了主持人的动弹 我在从来以前都不敢呢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人生非常的短暂 那就是如果你想到一些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去勇敢去尝试啊 首次接触新鲜事物 李文忍不住想要在镜头前炫耀一番 我很喜欢搞气氛 我喜欢就是感觉是很high的 然后是没有一分 没有一秒是觉得无聊的 那么很重要就是 其实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都是可能 the performer the coco who's the performer 可是其实私底下的我是一个蛮调皮的 娱乐新年电影上海才访不到 我们就在自己上海外 那么多久就要在这两边 其实就是一边的 看到它是怎么看的